老残道 明日一天不出门 我此刻正写一长寒志装公宝 托姚云翁转成 为细数玉太尊正级的 大约也要明天写完 并此信一总写起 我后天就要动身了 东宗问 哦 后天 后天往哪里去 老残舍 先往东昌府房刘晓慧家的收藏 想看看她的颂原版书 随后寄回济南省城过年 再后的行踪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今日夜已深了 可以睡吧 力气深来 东宗叫家人打个手照 送铁老爷回去 接起门连来 只见天地一色 那雪已下得个浑浑 顿顿的白 觉得照得眼睛发胀似的 那下得接雪 已有七八寸身 走不过去了 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的一条路 常有人来往 所以不住的扫 那道乡房里的一条路 已看不出路影 同别处一样的高了 东宗叫人赶忙铲出一条路来 让老藏回房 推开门来 灯已灭了 上房送下一个烛台 两只红烛 取货点起 再想写信 那笔宴竟违抗万分 不遵调度 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 雪虽已止 寒气却更甚于钱 起来喊店家撑了五金木炭 升了一个大火盆 又叫买了几张丧皮纸 把那破窗户糊了 轻刻之间 房屋里暖气扬灰 非昨日的气象了 碎把燕池轰化 将昨日未曾写完的信 详细写完封号 又将至留人府的信 一写壁 一总送到上房 交东造收了 东造一面将至摇云翁的一函 加个马峰送往驿站 一面将留人府的一函 送入枕头乡内 厨房也开了饭来 二人一同吃过 有副坛片刻时 只见家人来报 二老爷同师爷们都到了 住在西门店里呢 洗完脸就过来的 停了一回 只见门外来了一个不到四十岁模样的人 尚未留须 穿了件旧宁愁二蓝的大毛皮袍子 悬色长袖匹马褂 当了一双绒靴 已经被雪泥漫了帮子 慌忙走进堂内 先替乃兄作了个衣 东造就说 这就是舍地 浩子平 回个脸来说 哦 这是铁布残先生 山子平走进一步 作了个衣 说声 久仰得很 东造便问 吃过饭了没有 子平说 猜到 洗了脸就过来的 吃饭不忙的呢 东造说 呃 吩咐厨房里 做二老爷的饭 子平道 可以不必 停一刻 还是同他们老夫子一块吃吧 家人上来说 厨房里已经吩咐 叫他们送一粥饭去 让二老爷同师爷们吃呢 那时 又有一个家人接了门帘 拿了好几个大红全铁进来 老残知道 是师爷们来见东家的 就趁势走了 到了晚饭之后 神东造又将老残请到上房里 将那如何往桃花山访流人府的话 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遍 子平又问 从哪里去最近 老残道 哦 此地去怎样走法 我却不知道 西年是从省城顺黄河到平阴县 出平阴县 向西南三十里地 就到了山脚下了 哦 这进山就不能坐车 最好带个小驴子 到那平坦的地方 就骑驴 稍微危险些 就下来走两步 进山去有两条大路 西域里走近 有十几里的光景 有座官地庙 那庙里的道士 与流人府长相往来的 你到庙里打听 就知道详细了 哦 那山里官地庙有两处 极东一个 极西一个 这是极西的一个官地庙 山子平问得明白 所以各自归房安歇去了 次日清早 老财出去雇了一辆罗车 将行李装好 后山东造上衙门去秉辞 他就将前晚送来的那件胡球 加了一封信交给店家 说 等山大老爷回店的时候送上去 此刻不必送去 恐有喘挫 店里掌柜的慌忙 开了柜房里的木头箱子 装了进去 然后送老残动身上车 竟往东昌府去了 无非是风餐露宿 两三日功夫已到了东昌城内 找了一家干净车店住下 当晚安置停车 自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 寻了许久 使密着一家小小书店 三间门面 半边卖纸张笔墨 半边卖书 所以走到卖书这边 柜台外坐下 问问此地行销是些什么书籍 那掌柜的道 我们这东昌府 文峰最著名的 所管石县地方 苏名叫做石美图 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 户户贤歌 所有这石县用的书 皆是向小号来犯 小号垫在这里 后边还有站房 还有作坊 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 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你老贵姓 来此有何贵干 老参道 哦 我姓铁 来此访个朋友的 你这里可有旧书吗 掌柜的道 有 有 你老要什么吧 我们这儿多着呢 一面回个头来 指着书架上 白纸条数数道 你老瞧 这里重遍堂末选 木耕斋出二三集 哦 在古的还有呢 八名熟钞呢 这些是讲正经学问的 要是讲杂学的 还有古堂诗和解 堂诗三百首 再要高谷点 还有古文示意 哦 还有一部宝贝书呢 叫做 信里经义 这书看得懂得 可就了不得了 老残笑道 这些书我都不要 那掌柜的道 哦 还有 还有 那边是阳宅三药 鬼搓脚 冤海紫萍 诸子百家 我们小号都是全的 济南省城 那是大地方 不用说 若要说黄河以北 就要算我们小号 是第一家大书店了 嘿 别的城市里 都没有专门的书店 大半在杂货铺里 带卖书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 学堂里用的 三百千千 都是在小号里 犯得去的 一年 要销上万本呢 老残道 嗯 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 我倒没有见过 试补什么书 怎样销得这么多呢 掌柜的道 诶 别哄我吧 我看你老很文雅 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呀 这不是一部书 三是三字经 百是百家姓 千是千字文 另一个千字呢 是千家诗 嘿嘿 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 一年不过销百把布 其余三百千就销得广了 老残说 哦 那 难道四书五经 都没有人买吗 那人说 哎 怎么没有人买呢 四书小号就有 诗书一三经也有 若是要礼记作传呢 我们也可以写信 到省城里烧去 你老来访朋友 是哪一家呢 老残道 哦 是个刘晓慧家 当年他老太爷 做过我们的曹台 听说他家收藏的书几多 呃 他刻了一部书 名叫纳书营 都是宋元版书 嘿嘿 我想开一开眼界 不知道 有法可以看得见吗 掌柜的道 哦 柳家是 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 怎么不知道呢 嗯 只是这刘晓慧柳大人 早已去世了 他们少爷叫柳凤仪 是个梁榜 那一部的主事 听说他家书多得很 都是用大板箱装着 只怕有好几板箱子呢 堆在个大楼上 永远没有人去问他 有进房柳三爷 是个秀才 常到我们这里来坐坐 我问过他 你们家里那些书是些什么宝贝 可叫我们听听吧 他说 我也没有看见过是什么样子 我说 难道就那么收着 不怕蛀虫吗 掌柜的说到此处 只见外面走进了一个人 拉了拉老残说 赶紧回去吧 曹州府里来的差人 急等着你老说话呢 快点走吧 老残听了说道 哎 你告诉他们等着我略停一个就回去了 男人道 哎哟 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 安掌柜的着急的了不得 你老 你老就早点回店吧 老残道 不要紧的 你既然找着了我 我就没有错 你去吧 殿下二去后 书店掌柜的看了看他去得远了 慌忙低声向老残说道 你老店里行李值多少钱 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吗 老残道 我店里行李也不值多钱 我此地义无靠得住的朋友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掌柜的道 哎 曹州府现在是个玉大人 这人很惹不起的 无论你有理没理 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 就上了战笼了 哎 现在既是曹州府里来的差人 恐怕不知是谁搬上你老了 我看是凶多吉少 不如趁此逃去吧 行李既不值多钱 就舍去了的好 还是性命要紧 老残道 哎 不怕的 他能拿我当强盗吗 这事 我很放心 说着点点头出了店门 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 半边装行李 半边坐人 老残眼快 看着喊道 哎 那车上不是金二哥吗 急忙走上前去 那车上人也就跳下车来定了定神 说道 哎呀 这不是铁二哥吗 你怎么到此地来做什么的 老残告诉了原委 就说 你应该打家了 就到我助理店的坐坐谈谈吧 你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那人道 哎 这是什么时候 我已打过家了 今天还要赶路程呢 哦 我是从直立回南 您家下有点事情 急于回家 不能耽搁了 老残道 哦 即使这样说 也不留你 只是请你略坐一坐 我要寄封信给刘大哥 托你带去吧 说着 就像书店柜台对面 那卖纸张笔墨的柜台上 买了一支笔 几张纸 一个信封 借了店里的雁台 草草地写了一封 交给金二 大家作了个一说 数不松远了 山里朋友见着 都替我问好 那金二接了信 便上了车 老残也就回店去了 不知那曹州府来的差人 究竟是否捉拿老残 且